大家好,我是Epicxia,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历史上的张飞,相信大家对于张飞都有一个很笼统的印象,那就是他勇猛鲁莽。 本期的视频将会排除之前我在关羽赵云视频里面张飞出现的事件,打个比方,像张飞和赵云一起拦截孙夫人将刘善留下来, 以及张飞和关羽一起成为刘备别不司马的事情,我就不重复了,那么闲话不多说,我们开始吧。 张飞自义德,生年不祥,生于大汉十三州之一的幽州卓俊,在184年黄金起义爆发的那一年,参加了刘备的义勇军,前去剿灭黄金贼, 而在军中,关羽比张飞年长几岁,所以张飞以对待兄长的方式对待关羽。 随后,在197年,刘备随曹操一起进攻吕布,破了吕布之后,曹操上表天子,封张飞为中郎将。 在200年后,刘备脱离了曹操,先后投奔了袁绍和刘表,刘表死后,曹操南下荆州,刘备逃往了江南。 曹操追赶,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,终于在当阳长板追上了。 刘备得知曹操已经追上了,就抛下了妻子儿女逃走,并且命令张飞率领二十名骑兵断后。 张飞凭借着一条河水,将过河的桥梁破坏了,瞪大了眼睛,怒吼道, 我是张义德,谁敢过来,决意死战。 这舍僧望死,无人匹敌的气魄和怒吼,震慑住了曹操的大军。 没有一个人敢上前,这样也使得刘备和张飞得以逃脱。 在赤壁之战过后,刘备攻下了荆州南部的四个郡,封张飞为夷都太守,征禄将军封兴廷侯,后来又把张飞安排到南郡。 五年后,公元二一三年,刘备本受到刘张的邀请进入西川抵御张鲁,可后来决裂。 张飞和诸葛亮率军入川支援,分别攻打各个郡县。 张飞的大军抵达江州,攻破了八军后,活捉了八军的太守炎炎,并且质问道,我们大军抵达后,你们为什么不投降,还要抵抗? 炎炎回答道,是你们背信起义,入侵我们州,我们这里只有断头将军,绝无投降的将军。 张飞大怒,命令左右将炎炎斩首,而炎炎却面不改色地说道,砍个头而已,你有什么好气的? 张飞听到后,觉得炎炎是条汉子,就放了他,并且腰围自己的宾客。 一年后,二一四年,张飞所经过的地方全部都被攻克,和刘备成功会师在成都,平定一周后,四张飞黄金五百斤,银千斤,钱五千万,锦断千匹。 并且任命张飞为巴西太守。 四年后,公元二一八年,曹操攻破了张鲁,留下了夏侯渊和张和留守汉川。 张和又率领军队进攻巴西,想要将这里的人口都迁移至汉中,与张飞交战了五十多天,不分胜负。 直到张飞率领着万鱼精锐,把张和引到了其他的道路,因为山道狭窄,前后不能相应被张飞所击败。 张和为了逃命,放弃了马匹,和十余人爬山逃走,巴西至此,获得了安宁。 公元二一九年,刘备称汉中王,任命张飞为右将军,持甲节。 公元二二一年,刘备称帝,张飞被封为车级将军,领斯利校尉,封为西乡侯。 在之前,张飞的勇武仅仅只亚于关羽,草卫的谋臣、成玉等人都称关羽张飞为万人敌,可关羽善待士兵,却看不起民事。 张飞则相反,对待民事十分敬重,却经常鞭打部下。 刘备经常告诫张飞,你用刑鞭打了你的部下,可又对这些部下接着使用,这样迟早有一天会引起祸端。 后来刘备伐吾,张飞又率领万鱼人,和刘备在江州会合,出发前被自己的手下部将张达和范强杀死,拿着他的头颅投降了孙权。 刘备听闻张飞军营有表奏之后,不由感叹道,咦,张飞死了。 随后在公元二六零年,追视张飞为还侯,张飞的后代也分别早邀和战死。 纵观历史上的张飞,和演艺小说里面的形象是非常接近的,而且鞭挞世俗也的确是他一大缺点,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确实是有一定的领军和冲锋陷阵的能力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我是Epic夏,我们下期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